中边选情是带你来关心大高雄市长的选情 在最后一个月出现了微妙变化 最新的忠实民调尽管陈菊依旧领先 不过杨秋新在泛兰的支持率却上升了14% 反而是黄昭顺下降了9个百分点 是不是所谓的气宝效应发酵了呢 杨秋新他还进一步走入了眷村来挖铁票 大打奖公牌 杨秋新 杨秋新 出身绿云的杨秋新从来没有在眷村受到如此的欢迎 上台一开口拿起高雄被肢解的奖公铜像照片 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 城局他一上任 一上任就把他用瓦斯麻切割 证明说城局市长 他艺术形态太过强烈 阻碍台湾族群的和谐 其他人几乎已经遗忘 这一天是蒋介石124岁的名单 带来凤山抢泛篮铁票的杨秋新 可不会忘 尽管过去他曾经痛骂老奖 但现在他想要气饱发酵 就要让眷村北辈们觉得咱们是同一国的 而从旺旺中时最新公布的民调 更可以看得出来杨秋新心里的盘算 高雄市三人的支持度 城局依旧领先 有47.5%上升了4% 而黄昭顺10.3%下降了4% 而杨秋新23.4%支持度上升了2% 特别的是在支持杨秋新的选民当中 有4成8的泛篮支持者湘挺 和上次比起来增加了1成4 反昏黄昭顺 只揽阔了3成5泛篮的群众 和上次相比下跌了9% 难怪杨秋新在眷村着力甚深 我们要站出来 让台湾的人晓得 努力的人就会受到肯定 宋楚瑜登高一呼 让来营的投票意向起了化学变化 走入眷村 似乎已经闻得到气饱的味道 在空中发酵 杨秋新不错啦 对 杨秋新不错啦 不管是好过的人 还是不好过的人去找他 他都很乐意帮助他 我是觉得我很欣赏他这一点 不过从民调的数字 杨秋新和陈局的支持度 还有一段差距 杨秋新加上黄昭顺 还赢不了陈局 杨秋新想要胜出 除了操作气饱以外 恐怕还要积极 把选票的饼做大 才能争有胜算 否则还是会功亏一篑 杨秋新都共用 杨秋新发言 高雄報導